一个就是注解 这个范围 因为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直接删除 不过删除之后 如果你要想要改变心意 比如你是要改回个别性的话 那你便没有了 所以最好的策略是怎么样 一般习惯会用这个上面 按右键有没有一个编辑 然后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工具列里面有一个叫 使程式变成注解 这样它就保留起来 那直到如果将来 你觉得确定这一段程式是你不要的 你就把它删掉 有点像是就是说 我不确定说这些到底如果删掉的话会不会影响 所以理论上我们写程式就会写第一种方法 写第二种写第三种 然后最后的话 可能不确定哪一种写法是最好的情况下 那会保留 保留前面几种 最后写完之后 你就OK了 这不要了 确定不要了 那就把它删掉 不然的话有时候你刚写完 然后你要再把它救回来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忘了怎么写 可是有时候你感受自己 有时候你已经做了好几个动作 你感受自己已经没有了 那就可能是一种 不然就是什么 你把这个程式剪到云端上 比如说像我有习惯把他贴到云端上 然后贴到一个你可以永久性的储存的地方 也可以 只是说但没有的话你用这一招 OK 那这个两个方法最大的差别是 Sales是某个储存格 那range的话是整个范围 那这两种方法其实都非常重要 因为未来 如果你整个范围都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你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去 比如说清除的话 那你就是整个range就好了 用range点clear就可以 它就整个清掉了 那在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来看就是加框线 那加框线部分的话 当然这个也是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在这个资料上面 整个加个框线上去 那以前的做法就是不外物的常用里面什么 就是在这边加框线嘛 然后加个红色框线 先加红色 然后外框内框按确定 他就帮我加上去了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将来 我每一次都要锁动一次 列印报表 又要再来做一次的话 那很麻烦 那所以就有同学会问说 是因为有什么方法比较简单 可以快速的帮我加框线 那加框线该怎么加 比较简单 其实真的蛮简单的 像刚刚这个动作 只要一行程式就解决了 在VBA里面 只要一行 你需要知道 第一个就是range物件 所谓的range就是 你先跟他讲范围在哪里 比如说我从rangeA1 A1对不对 所以你就跟他讲 rangeA1到H7对不对 这个范围怎么样 全部都帮我把它border 变成border时点color 等于红色就好 所以如果刚刚你要做那件事情的话 一行程式 然后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 其实主要你们可以找一下那个我们范例 范例档案里面的那个第一个资料夹 其实里面的话有一个叫宴会牌桌 宴会牌桌 这一个范例 其实就是某个同学他写的 然后他其实还蛮用心的 因为他是在那个应该是在在在在饭店吧 那就是他自己就用他的方式 把他的工作纳进来 比如他想要排桌 那排桌的话呢 比如说有这么多人一个list 然后table的话怎么排刚刚好 比如说排七桌 然后他就写了一个排桌 按一下这个 他就怎么样 全部都排好了 那么把前面的list的资料 全部都排进来 然后以后的话呢 就按照这个桌次 就帮客人就已经排好 他就按照顺序就可以入座了 OK 这个是他写出来的 他有个清楚 加上去清楚 OK 其实这边我看一下 我刚刚有找一下 他有写一封信件给我 他那个信件是 我看一下 排桌的工作做简化 然后另外他好像要写一些 所以他就写了个程式 但他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没有办法画框线 所以最后 因为我课程那个时候 我没有讲到怎么画框线 所以他最后其实只是要问什么 如何把框线画上去 这件事情 因为他有网络上找不到答案 OK 另外他要写一些东西 我觉得他是说 因为后来我问他说能不能当范例 他就说 他是这个问题是可以让一般人 他后来就是当成什么 进入VBA的回礼 因为他本来不太会写的 然后因为本公司人士批评我上VBA 没有用浪费时间 所以他重点是这个 我觉得他蛮有趣的 讲得很实在 因为你要怎么样让人家觉得说 你做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 他要证明 OK 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讲说 其实这个画框线非常简单 如果说我今天要画框线 那这一题特别是 我就直接把它摆在这里 里面已经有他写好的程式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参考一下 人家程式怎么写的话 你们可以打开什么 打开他的专案里面有MARCHO 这个是他写的 不过我觉得他有部分还是没有 特别OK一点 就是他还是没有把注解写上去 因为你看看 如果这边上面每一个地方都有注解的话 其实会更加的让人家阅读上面也方便 另外他自己回头看程式也会比较清楚 所以以后的话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细节 那所以呢 针对他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然我们先不要看这个 我们先回头看我们现在这一题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针对这个范围 画一个框线的话要怎么画 那画框线之外的话 还有画框线的线条跟颜色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我今天希望针对这个地方画一个框线的话 那我接下来我可以怎么写一个 这个一样在底下我写一个那个 我上面这边有参考的程式 第一个的话我是干脆直接就画一个实线加红色的话 实线加红色怎么画 OK我先直接拿这个字 因为这样比较快一点 如果我今天希望在这个范围 所以第一个我先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做加框线 底线红色 其实红色就好了 OK 然后首先的话第一个呢 我就打一个range 所以你告诉他说哪一个出征都开始 A1 有没有 到H7 后面的话呢 其实你就打一个什么 如果说你要变红色的话 那其实 把这边 再把它上来一点 其实再来的话也不用特别去背它 因为在VBA里面有个好处 你只要范围告诉他之后 这个不用空白 范围告诉他之后的话 点下去之后他会提示 如果你要框线的话 你就打一个B就可以了 因为boulders他会自己出来 所以我建议以后你们写程式 尽量用选的 为什么 比较不容易错 有时候我发现同学自己拼字都容易拼错 少加S 点什么呢 特别就是他有一串 所以如果今天要红色的框线的话 那我就打一个什么 Color 你刚刚有嘛 红色的框线的话呢 那直接怎么样 等于什么 RGB 有没有 所以以后什么颜色 特别是RGB Gabu 红色多少 25 0.0 0.0 后Gabu 这样不就OK了 应该大家都学会了嘛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就写完了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 这个我现在没有做按钮 我会执行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 A1到H7框线就加上去了 OK 另外的话呢 如果要清除框线的话 比如说清除框线 假设我要多增加一个叫清除框线 刚才记得怎么清吧 清除 OK 清除框线的话 其实到底一样 当然你也可以什么 用那个刚刚那一招 你点 点什么 点Clear Format 其实可不可以 应该是可以 但你不能用Clear Clear的话 他会把什么 把里面的字全部都清掉 Clear的话 里面的资料都不见了 但如果你用Clear Format 似乎是应该是可以 不过我比较不建议 因为你Clear Format的话 会有个问题 他会连什么呢 连这个字的中黑体 也恢复成原来的 最原始的 都恢复了 不是只有框线 其他也就恢复了 所以比较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针对什么 针对框线去恢复就好了 OK 特别说你这个地方 我试一下 如果我辈分一下 不然我怕做了 我要再重开一次 我可以复制这一个好了 我用这个来执行给各位看 如果我今天假设用Clear Format 有没有 那执行会怎么样 发现有没有 框线不见了 但是全部格式也全部不见了 OK 应该懂的意思吧 所以如果以后 你有个别性的格式恢复 你不能说我全部都把它Clear 那完蛋了 你原来有的格式也都不见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 恐怕注意一下 有的时候可以全部 有的时候不行 OK 所以还好我这本复制 我把它删掉一下 我把它恢复 那比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只针对什么 只针对那个隔线去做恢复 所以隔线的话应该还记得吧 点什么 点Bolder 如果要恢复的话应该 Bolders 点什么 点什么 Color 刚刚还用过吧 Color Index 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 XL None 这样子 好 试一下 OK 我们要恢复 有 对 OK 其实这样比较 也就是说以后 如果你们要输出列印报表的话 因为同学一定嘛 你输出之前 你要列印之前一定要先画个框线 对 像样的框线 不过你每次要手动也是很浪费时间 其实最简单的话一行程式就搞定 只要一个范围 所以你必须学会什么 第一个用Range物件 OK 所以Range物件慢慢越来越重要 前面最重要是Sales物件 是储存格 再来可能慢慢你要熟悉Range物件 好 那我们针对这个范围 把它的框线变成红色 再来的话呢 把它的框线清掉 OK 那不过 我顺便考一下大家 如果我今天希望你们做一个框线 那个框线一般是怎么样 就是我希望请你把这边这条线画双线 这条线也是画双线 OK 有点像这样 就是这边A1到H1 然后里面的话 我们常用里面不是有一个其他线条 那其他线条里面有个这个线 Double线 然后我希望能够针对这一条线 这个范围的底下 所以这边一般是点这边一下 这边按确定 有没有这边一条线 那这边的话这边的右边 我也一样做这一条线 所以一样针对这边先第一个先选Double 第二个的话呢 选右边这一条线 按个确定 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今天 不要手动 VBA来做的话 该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主要是针对那个画框线 跟清竹框线 想想看 如果我要针对那个列名称跟蓝名称 旁边那条线跟下面那条线 我希望把它变双线的话 该怎么做 那其实 你在那个Excel里面能做的事情 其实VBA也能做 所以以后你要画框线 做任何格式 其实VBA都写得出来 那也就是说以前你做的任何动作 全部都可以把它串在一个按钮 按下去全部事情都搞定 只是说你要慢慢慢慢增加一些东西 试一下